是有接到非常多的土地徵收的屋的陳情 那這就會多半就是陳情 就是因為區段徵收或一般徵收 或者土地重化 或者是像屏東高峰 這個也是土地變分 土地被學校化為機關用地 那大部分都是在地主不願意 不願意然後要強制徵收 那有土地學者也一再強調 這個土地徵收已經 民主國家都早已經都廢除了 都廢除了 那我們憲法呢 也有保障能力的居住財產權 然後兩宮約也是民定 就是這個民主 這個治主 有居住權 有財產權 所以今天呢 台中黎明幼兒園 我想這個土地徵收爭議 已經排十年了 重化 那就是土地重化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就是非常的違反人權 然後有這個法規面上 有許多不合理的之處 所以呢 在當初在重化會的組成 灌人頭 灌這個金額 所以目前其實台中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都還在審理 而且也經過地檢署的起訴 表示重化會的確有查到一些不法的地方 所以在這樣的爭議之下 被重化進來的地主 不願意 不願意 然後仍然面臨要被拆除的命運 所以今天 接受台中立民 林明幼兒園 明金眼園主 園園長的陳情 因為他已經在台中市政府靜坐八天 然後是24小時 然後非常辛苦的在那裡 也睡在炎熱的水泥地上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 在民主國家絕對是一個尺度 所以今天我們召開記者會 希望台中市政府 希望內政部 能夠了解人民 不願意被剝奪財產 居住權的人權的部分 希望政府單位要重視 然後有關一些法律的不合理 我在立法院也會盡速 來修訂相關的法規 那今天我們就是 請到這個陳情仁 林金妮仁長 那林妮 你說明一下你的情況 那希望政府配合 好 各位記者的小姐先生的小姐好 各位晚 來 要一會 五晚 以及關心所有立民 六人的所有老朋友 大家好 呃 我身為一個 弱智原則 我代表的就是 幼兒園的小朋友 那麼 大家都很清楚 我的幼兒園 四十幾年來 台中市政府合成給我 我學校還有官方 官方是一個同志的官方 我還比第一名國小還更早 成立了 那麼我一輩子 為了要把教育辦得更好 從幼兒專 大學 然後一直到研究所 我這麼努力的服輸 就是為了 讓小孩子過得更好 更快樂 過得更多 可是 當有一點順情的時候 然後 你發現你的學校 被化重劃區 而且是財團的重劃區 然後你的學校就被你 被拆除 請問 所有的台灣人 你能夠去收嗎 我今天站這裡 站在這裡 我站出來 我要為台灣人發聲 你今天設了一個 自單重劃的惡法 讓財團淚奪人品的惡法 是誰制定的 本來公辦這百分之一百 統一 為什麼到自辦 變成百分之五十 你們都送給財團 用這種引述 徐士隆教授所說的一句話 威權 等於是戒嚴土地淚奪人民惡法 這是徐士隆老師教授所說的話 不是我說的 為什麼你的土地重劃法 還在威權年代淚奪人民的惡法 為什麼不改不休 你目的是何戰 你就是要讓財團 來淚奪人民的土地 這是我們的國家嗎 我坦白講 我在這裡講 如果花市長 你 我講的如果錯的 我如果是造謠 你來告我 我曾經跟兩位學者 一個導演 四個人 在我右眼投見最嚴重的時候 我就 我們透過 透過 管道 找到 花市長 的辦公室 我們在那邊要求 廢除自辦床法 你知道花建群 花市長怎麼說的嗎 怎麼回答我們的嗎 我說 會掉自辦床法 他說不可以 那我說你可不可以修得更嚴謹一點 他回答的就是 你們都把財團的利益 修到沒有利益了 我怕開槍 你們也要小心一點 我聽了這句話 我整個都完蛋了 台灣都完蛋了 你身為一個內政部次長 你居然怕 黑道開槍 怕裁股開槍 那請問我們人民呢 我會身受其中呢 我會被黑道開五槍 我有報警 到現在有沒有破案 沒有 這是台灣嗎 你這什麼惡啊 你可以這樣子搞嗎 然後 所有的法是錯誤的 你看 徵收 一般徵收 區斷徵收 市地重化 你要人民的土地就是要 你現在台南 你看看好了 二十一號要拆除 你一個鐵工具的處長 就可以拆台灣人的房子嗎 他不同意 你現在警察 消防車救車 裡面有一個百歲人類 你現在還在現場 你這是台灣嗎 你比共委跟共產黨 跟共產黨 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今天是民主的國家 還有這種手段嗎 那你台中四字五 每次站在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依什麼法 依任何人民法 依什麼行政 搶人民的土地 講一下市長講過什麼話 市長 你們記得喔 記得先生們 你上我的臉書 那段話 我要剪下來 我要剪下來 他在市議會 因為就是代夫帝 在陳情的時候 徐鋒宣市議員 質詢代夫帝的裡面的問題 市長居然講一句什麼話 他回答議員 我上任以來 我知道 從何涉及龐大的利益 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公正公平 我會偏向哪一方 好啊 可是地政局 地政局的官員 給我開記者會 我在那邊慶祝 我掉在十字架上面 你有沒有偏向財團 你會 你出來開記者會 你只講我家族的事情 我家族的事情 跟你地政局跟你 台中市政府有什麼屁事 這是施選部分 你們干預什麼 你不要給我畫入床 我今天都沒什麼問題 你給我畫 幹嘛 難道 難道台中市政府 地政局有很多的夜市文嗎 難道 難道 你講我家 你汙汙昧我 請問 財團的那邊 重劃會裡面 涉及灌人頭 虛增工程款 背信 六千多萬交保 起訴 現在還在審判中 請問你有沒有笑話來講 你偏向來講 你偏向來講 你如市長 你的團隊是這樣幹的嗎 你說公平公正不偏向來關 你怎麼可以開記者會的時候 只是汙昧我的人格 我倡議家的錢嗎 你們良心何在 我家族的事情跟你什麼屁事 你還講我 我見入不合法 請問 我 40幾年來 是誰核准的 你不是你台中市政府核准了嗎 你要人家的土地 要幫助財團搶人家的土地的時候 你就說人家不合法 請問台灣哪裡有違章建築 就是只有政治違章建築 這是內斗人民土地違章建築 你平常不講 再講一下訴求 好不好 今天記者會 那我的訴求很簡單 你把我用惡法把我畫入 畫入 裏免置辦床畫區 我的區塊裡 有裏免國寨 裏免國中 我裏免幼稚園 三手學校 你兩手都畫出去了 要給他畫進去 我的 你為什麼給他畫進去 我頭去 我的要求很簡單 你用畫出去 你記得有照片 圍圍就拿圍圍 畫出去是台中市政府畫的嗎 對啊 製辦床畫是他們畫的啊 我的問題是 台中市政府把本來畫進來的 公立的黎明國中國小幼稚園畫出去的 是台中市政府 當然啊 他們的理由一定是 他公辦的可以啊 我私辦的不可以啊 好 那訴求再繼續講 我 如果你把我的幼兒園畫入重畫 你即使給我讓我保留 現在目前的六百多平 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辦學 因為我原來的幼兒園這塊六百多平的土地 就是建定 你根本不需要給我重畫 我要留給幼兒園的小朋友使用 我不需要你給我重畫 然後 如果你給我畫進去 給我保留 本來一坪公告地價只有九千塊 我的土地價值 我不需要 你的錢多少 我不管 我要的就是 土地 給小朋友使用 你如果給我保留下來 對不起 你的法律法規全部都來了 請問重畫之後 一坪地價多少嗎 公告地價多少嗎 我剛剛沒有 我從畫之前只九千塊 我從畫之後多少 三十四萬 怎麼今天演幼兒園 我被你們搞到最辛苦的時候 我只有七個 七個小朋友 七個小朋友 有六 七個小朋友 有五個小朋友 沒有小學費 我甘願 我栽培那些困固的小朋友 我甘願 我照顧他們 我甘願 花一個節我也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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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耀華 老師給我講一句話 在網路上給我批評 我是敗家主 我是敗家主 我跟你說 我今天去辦幼兒園 養錢 你辦好好可以賺錢嗎 你還批評我 不會理財 理什麼財 教育可以賺錢嗎 你針對台中市政府 今天我們記者會重點 你再重新講一次 就這樣 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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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者扣帽子 扣說他們就是貪財 他們就是反對進步 那在黎明幼稚園這個案子再清楚不過的 林院長他要保留這個黎明幼稚園的土地 完完全全都不是像是財團去重劃之後 要在那個地方蓋高樓大家來賣錢 他的土地本來就是建築用地 他並不希望去發大財 他要的就是繼續犯罪 所以這個貪財是扣不到他身上的 但是他們還是繼續這樣幹 反對進步呢 我想要去請問各位一件事情 在今天在那個土地上面去蓋起高樓大廈 去販售或者是維持一個學校繼續那邊經營 去照顧我們的幼兒教育 現在幼稚園台灣是不大夠的喔 特別是這種有良心的幼稚園 更是非常非常稀少 哪一種比較符合公共利益 那如果說地主他有這個意願去幹這件事 那你就算了 在這個案子裡面 的那個所謂的絕大多數人 同意這件事情甚至是造假的 是灌水的 他們弄一塊土地 然後把它切割成A4大小的面積 然後就每一刻A4大小有一個所有權人 然後他們就來比人數 這些事情都已經被證實了 甚至在司法程序的訴訟裡面 重劃會的律師自己就已經跟法官承認說 他們重劃會的組成 並沒有符合現在法律的規定 但是非常非常荒謬的我們的司法 我們的司法那個法官竟然說 我如果讓你的台中有那麼多案子 他很難處理 然後最後就判靈移幼稚園說 那當然現在我們還在上訴中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是充滿了不公義 沒有任何的公共利益 然後又違反人權的事實如此的清楚 我要強調這件事情 台中市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前胡志強當市長的時候 他是去跟不採訪配合違法的重劃會進行重劃的 到林佳龍的時候他兩手一攤 他說他沒有辦法處理 但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林佳龍跟蔡英文的競選總部 都是放在楊天生他們的土地上面 這個重劃會後面就是楊天生啊 藍綠通吃的楊天生 到現在盧秀燕當市長啊 盧秀燕也是兩手一攤說 喔這件事情是你 是那個林經典跟那個重劃會這件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介入 一個政府的存在如果有價值的話 是要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創造問題的 今天黎明幼稚園的問題 從頭到尾就是政府創造的 政府去縱容財團跟平安安配合 去創造出來的問題 然後創造問題之後呢 他兩手一看說我沒有辦法解決 真的沒有辦法解決嗎 不要忘記 縱算土地是重劃會的 台中市政府人啊 擁有都市計劃的變更的權利 更何況說今天這個案子的土地 都還沒有登記到重劃會啦 重劃會先黎明重劃會有那麼多的弊案 現在在台中市政府還有八公頃 八公頃的土地以及黎明幼稚園這塊土地 還沒有登記到重劃會的手上 所以台中市政府是絕絕對對有那個能力 也有那個權力來支持這個悲劇發生 來要求來跟重劃會台說你們已經賺夠了 你可不可以就放過這一塊 所以並不是不能作為的 是他們不想作為 那為什麼不想作為 其實這個理由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選舉的時候 這些政客是需要政治獻金的 然後台灣政治獻金的絕大多數的來源 就是這些土地開發商 那這是幼稚園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是幼稚園的工廳會 那男女我真的有講一點點 21號之前在上個月 他們強拆掉那個張家 那張家因為長期被他們騷擾 所以已經沒有住人了 那旁邊有一個古警 他們現在已經被毀掉了 清朝的古警 代表台灣行業發展的古警都毀掉了 現在他們要強拆21號下個禮拜二 他們要強拆黃家 黃家現在是三代人還住在那個地方 包含一個百歲的人類 老媽媽還 老阿媽還在住在那個地方 他們的房子甚至連茶屋都還沒有完成 然後就下打牆子拆除地 21號就要強拆 那我昨天有跟黃家討論過 我尊重他們的意見 看他們要設隊還是怎麼樣 保護家人的安全 然後就認了也可以 我一切都尊重 但是最後他們告訴我 那是他們的家 那是他們的生命 所以如果政府要來強拆 他們打算要玉石劇本 那其實這個政府一直在告訴外面的老百姓說 搞了這些重罵 搞了這些爭奏之後 台灣就會進步了 我們是為了讓台灣進步才搞這些東西的 我還是要提一下大骨障藥房 民進黨面對大骨障藥房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子覺得的嗎 當越國者是國民黨的時候 那個案子就是土地正義 當越國者是民進黨自己的時候 那就是為了社會進步 那我問一下 張藥房 郎系除天 苗栗當地或者是我們台灣 我們大家的薪水有提到嗎 大家更買得起房子嗎 台灣的社會進步了嗎 很顯然說不是 這全部都是藉口 民進黨的兩套標準 在土地正義上面 是特別明顯的 因為這個政權 它本身之所以能夠在競選上面 進行就是透過 這些採訪這支現金 所以我請求 在南鐵東一案上面 不要再讓同樣大骨的事情 一再的發生 我們應該要共同來制止這個悲劇 謝謝 我再補一句話 當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 一百年幼兒園 現在地主 也就是我們的董事 張秀萊 提向台東市政府提出保留的申請 台東市政府還有回文 請籌劃會 破除禁負 請問台東市政府 你有監督嗎 這張公文就吞下去了 從外都不理不睬 我們再度的跟台東市政府 曾經有效嗎 有效 到現在為止 那張公文還沒有禁負 到底答過什麼 你告訴我 不能留 你告訴我 或者怎麼樣的情況 你應該打過我 你們是政府 你有做嗎 第一件 第二件 我朝法會在民謀 一百年的時候 告我們 你每個人 拆屋 還地 還什麼地 你定個惡法 幹嘛土地 我還還你土地 我家都土地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從外會主動 跟我們的律師 吳律師 提出 是否可以 談判 我接受 可以談判 那麼這一位 就是 從外會的 法務部主任 蔡玉琳小姐 他非常的親切誠懇 連續到幼兒園 每天都來 每天都提著水果來 三個禮拜 這麼誠懇的 來跟我談 最後我接受 進來查屋 然後 最後的決定 他同意 同意喔 同意 黎明又園 原地保留 到了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 蔡小姐 也到幼兒園來等了 我們等 從外會的總監理 林世民 來簽約 欸 很對不起 我們約定的是 十一點 十點半的時候 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林世民打的 說對不起 不可以保留 那你們吃生我家 你可以接受嗎 請問全台灣人 你可以接受嗎 你明明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你已經承諾可以保留了 你在簽約的半個小時之前 反悔 你們可以接受嗎 我只剩你的老師而已 我沒辦法 接受你的騙人的行為 而且你是地震關聯 退休下來的 你以前是 也是公務員啊 你說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所以 我今天在市政府 我在這邊慶祝 我只能告訴各位 我今天 頭頂著天 腳踩著地 我的良心 我都對得起 我不怕任何的忽昧 那 土地 是我的媽媽 幼兒園的土地 是我的媽媽 幼兒園 是我的老婆 我的家人 這兩者 都是有生 有感情的 我跟幼兒園的小朋友 也是有感情的 我沒有辦法用金錢來衡量 我沒有辦法割捨 如果關於你要不要強災的話 我就死在台中市政府 天啊 死在台中市政府 我收到報告 謝謝 今天就是 林明幼兒園 這個六百多坪土地 地主名字 是姓張 但是張園長有請 林園長帶領 林金眼先生帶領 所以請台中市政府或內政部 不要再以林金眼先生不是地主 來做排斥說他沒有抗爭的合法性 因為他是可以代表 張園長 你說明一下 我們做一下 關於這一點的無非法 根本都不是事實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抗爭那麼久了 如果地主張秀華 是他的名字 他的權利 他會不會跳出來 你現在在幫他控制什麼 我就是要中的 你現在是在控制什麼 這麼簡單的道理 在法律上也有代理人啊 怎麼可以講 我不是土地所有權人 我抗爭沒有合理性 那我 如果你家人不能出庭 你可不可以代理 他不想面對大家 他不可以委託我 他本的土地就是我的啊 就是現在就是 因為市府跟內政部 代表都在這 就是說這個土地建物 還是名字有李經典先生 那土地呢 他是做陳情的代理人 那另外就是說 他今天的訴求就是希望 這一塊他們自有的 六百多品的建地 他們要畫出寵畫 那盧宣彥市長也提出 針對土地寵畫要公平公正 那如果公平公正 重畫會這邊之前有這個 重畫組成的這個灌人頭 灌築地工程款的這些币啊 畢竟還是欠缺公正性啊 那地主不願意被畫進去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台中市政府要考量 那剛剛我們聽到這個 反對被徵收的這個案例 就是他們會死守家園 那我們也不希望 這個 這種慘烈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天就是召開記者會希望 市府 內政部能夠重視 這個土地自辦 事辦重畫的 弊端 會衍生這樣子 侵犯居住全能權的部分 那市府這邊要不要回應一下 記者朋友在這裡 謝謝我們委員 這個我在重稱一次市場立場 那今天會分譯這個部位 還是屬於自辦自己重畫 那是提名幼兒園 跟我們台中市 自辦重畫局 那個第二單元的部分 那其實這部分已經 進入司法程序 在禮拜二的部分 我們跟委員長報告一下 並不是政府主動召開記者會 是當天委員長部分 召開記者會之後 記者過來做聯訪的部分 做地點澄清 那就是這種立場來講 我們那天已經在記者聯訪的時候 表達過 我在這邊叫重申一次 那這個部位已進入司法程序 那我們各項行戰 是要依法 那我們尊重司法的相關 判決的相關過程 那執寫護衛也是一樣 那在當天我們特別談到 我們是希望說 從來能夠跟地圖好 就是多協商 到時候可能過世更好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 當委員長特別談到 我們並沒有管理家族任何事情 在當天聯訪 做任何的一個說明 或是向記者表達什麼樣的意思 我不知道原長的消息 從而而來 這就是這個部分 那至於說 我們當天談到 那是也都記者問的 他在談到我們 這個幼兒園保留的部分 我們只講到一句話 那是我講的 我受法的 我只談到 林雲幼兒園在整個 這個建物的部分 他早在我們林嘉雄市長 當市長之後 應該是三四年前 有做一個四方的一個座談 當時也請原長提出 建物合法證明文件來 也給原長一段時間 但是在期間過了 原長這邊沒有提出相關合法證明文件 那我當天在接受記者聯訪的時候 我所說的也是說 林雲幼兒園並沒有提出 合法建物的證明文件 我從來沒有講林雲幼兒園是違建 違建是要一定的程序去舉發 去承報才成為違建 我想原長要被這邊要做 我要將你做澄清 我們是這種表達立場 該怎麼樣是怎麼樣 那我們從來沒有講這是違建 是沒有提出合法證明文件的建物 這是這部分 這也是一個確實 那另外 我們尊重司法相關判決 如果司法 這是常常講 司法是我們最後一道螃蟹 如果說 林雲幼兒園認為 市政府有為師 朝會有為師 那我們還是要尊重司法相關判決 我們才會換來一把 那市政府這邊針對 那個林民國中 林民國小 林民幼兒園公立的幼兒園這邊申請 然後市府就同意把他們畫出童話 那為什麼對私人的土地就沒有這樣子的同樣的處理方式 我回應一下委員的意見 林民國中林民國小 他原來就不是在三雲二的整體範圍內 他沒有替除了問題 那至於林雲二園這個範圍為什麼畫進去 其實找在這個地方原來就屬於台中市的這個後期的整體開發區裡面 在原來圖計畫裡面就劃定進去了 林民國小林民國中 並沒有在我們台灣市的一個整體的 後期發展區的範圍內 並沒有說他們劃進去 又又又又把它劃出來 沒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們說明 那如果說就叫那個司法程序 那現在針對重劃會這邊灌人頭背信 灌土地工程款這邊還在調查嗎 還在省裡嘛 那市府是不是要針對就是保護台中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能夠妥適去處理 就是說這邊畢竟是他們自由的土地嘛 那你一切說尊重司法判決 那現在司法判決如果沒有站在這個人民身上 台中市政府也可以針對是保護市民的財產這方面來考量嗎 我想原長所提的這個問題 其實在在重劃會上法案提起 強制採取這個相關的司法程序過程中 原長也對這個行政質疑署提出這樣的一個訴求 可是沒有被採納 沒有被採納 被法院是不是 執行處 他應該向執行處提出強制執行的一個申請 你是說台中市政府沒有採納是不是 不是不是法院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請台中市政府要去表達你們的立場 如果市民他們要守護自己的家園 那台中市政府尊重市民的這樣子的決定 不願意重劃 畢竟重劃的這個土地的利益是增加了三十幾倍 那他們不願意重劃 市府也可以考量這個部分來站在市民這個地方嗎 我姑娘跟委員報告 我們行政不堪設施法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那相關訴求其實原長也都有叫法院來提出一個訴求 那我們也僅能按照法院的判決來依法行政 這是我們行政機關一貫的立場 你上報告 我覺得 我覺得 剛剛一直在強調提出這個建屋的合法證明 我們都已經提出來了 我黎明又也四十幾年來 合法建屋是你台中市政府發給我的政杖 為什麼老市都要強調 你要搶人家的土地的時候你就收人家不是合法建屋 那我四十幾年來你為什麼不講 你不是偏向財款嗎 那我們就是希望你不要那麼強硬 你現在講的話跟裡面的都一樣 只有我把我避向死路一條 我再強調避向死路一條 這個財團 這個財團 都一塊肉 撒一塊肉 沒差 你不是太多市政府 你不要跟他講話 什麼這都可以不可以 謝謝 我請問一下地震局 你們地震局也是都可以查到建屋 還有建屋的這個 你們就是主辦單位嗎 主管單位 建屋的主管計畫是主嗎 他們沒有拿給你看 你自己可以查嗎 那你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確定建屋沒有林金妍先生的名字嗎 你講這個話 如果在這裡公然是無面 你不能說人家拿不拿給你看 你就說 就質疑說那個土地 那個建物不是他的 他其中是擁有者 包括我們一塊的議場 是他沒有提出合法證明文件 我有 我馬上提出給你 那你請你提出來 那當時的四方會談時候 就有期限給你提出來 你的證明有提出來 我根本不相信台中市政府 沒有啦 我現在是兩回事 就是說 本來就是有的 要不要提出是一回事 那你自己是地震局嘛 地震局自己就可以去清楚去知道說 建物到底有沒有林金妍先生的名字 這樣子是不太適當 不好意思 剛才台中市政府一直在強調說 他們尊重司法 然後呢 他們會依照司法的判決來執行 但是不要忘記 現在林院長的幼稚園所面臨到的 是在一個司法都還沒有判決完成之前 就面臨了籌劃會去申請要去進行強裁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什麼政府啊 要不要依法行政書之類的 我請問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今天請求籌劃會去化出 把原長的那個幼稚園化出這個籌劃 這些事情有違法嗎 應該不會違法吧 所以你怎麼能夠說 這是一個沒有違法的事情 然後呢 你作為政府的職權 你可以做的 而且你明明也知道 那個重發會的那個灌人口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在法院上面 他們律師都已經承認了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在他們違法的事實之下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們沒有辦法去干預 你們要繼續讓這些事情 那重發會繼續把它的幼稚園拆掉 這不叫做依法行政啊 這叫做選擇性的一個行政 怎麼樣選擇呢 對財犯有利的 你們就不去處理嘛 你們就處理嘛 對財犯沒有利的 你們就放任財犯繼續幹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簡單問一件事情 如果司法判決下來 又那個重發會 他是違法去進行重發 你們可不可以答應就把幼稚園 畫出重發會之外 可不可以 因為現在有好幾個司法在進行 還有把建物幹回去 對然後再把建物幹回去 你們可以承諾這件事情嗎 我們不會說預測上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就尊重討論 你從方看 不要每一次都提法院 你們就明明知道他是過的法 過的法而且還要讓法院 檢查公司處 可以整個六千萬九個料 那你們台中市政府的保安 鑽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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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你們裡面 都中夜市文的嗎 請問我們 我們請內政部回應一下 就是針對這個內政部的法規 就是舉辦私立重罰這個部分 然後衍生這些爭議 然後動不動就是法院判決 因為我們最近遇到 越來越多的恐龍判決了 恐龍判決就是本來一審二審都贏 然後到高等法院更一更二就輸了 包括金融的案件 包括土地徵收的案件 現在都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地檢署都說查無證據 所以現在的司法 越來越不被人家信任 就是這樣 那源頭就是內政部 那剛剛院長提到的 私立重罰這個相關的法規 所以是有這些違反人權 那這個部分要 內政部要怎麼來處理呢 要讓這樣子不公平的事情 一直在發展下去嗎 委員大家好 那我這邊內政部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 在製判勢力重罰的部分 我們有訂定一個製判勢力重罰的辦法 那製判勢力重罰的決定權的部分 現在都是由憲勢政府 這邊來做同定員 負責來做一個督導 那另外有關於剛剛提到的拆除的部分 那同意 同意為什麼五成就可以五成 那個部分的話是 因為製判勢力重罰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由所有權人來做一個發起 可是在那個同意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看所有權的意願 所以我們規定的話是 如果製判勢力重罰的同意的話 是必須所有權人跟他的土地要過二分之一 那是公辦為什麼要百分之百 沒有 因為製判勢力重罰是地主自已發起 所以我們會調查到地主這邊的一個 一個同意的情況 那是地主就是被灌人頭 公辦的部分的話是由政府自已發起 現在就是地主被灌人頭 那你指定百分之五十 所以很容易就過半了 所以現在存在這個爭議 那你要怎麼處理 我請內政不回答 第一個部分公辦的部分的話 因為是政府自已發 那我們在討論上面 已經有討論到它的第一個公益性的部分 去做一個策劃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在製判勢力重罰當然也必須去審存它的公益性 不過因為是所有權人發起 所以我們會在規定上面 必須要有一個所有權人跟它同意的一個 土地人面積的一個體力的一個限制 還是沒有回答問題 但是現在有灌人頭跟灌工程款的部分 所以造成這個不公平的這樣的情況 那這次部總要處理 這個部分的話應該現在還是一個起訴當中 應該還沒有判決 那個部分可能由台中市政府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在於從 這個部長 補充說明一下 我剛剛提到這個 自我介紹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我第一陣是主題重罰科特 那剛剛其實他們人頭比例的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說 公有公辦重罰有百分之百的同意 我想這個怎麼能給誤解 我們現在只針對私有自辦的部分 要私有 這個在平地的條例 它是有特別規定的 因為自辦就是要發行 是重罰會 地主要重罰會的主要 所以它必須經過至少地主 私有主地所有權人 過半的同意 但是在公辦重罰 我們並沒有說要求有百分之百同意 這個是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公辦是多少同意就可以 公辦除非說負擔超過百分之四十五 才需要徵求過半第五同意 否則公辦沒有需要 特別去徵求地主同意的這個機制 那因為自辦是針對地主要自己發起 組織重罰會 所以才會有特別去要求說 是一定要有私有地主辦數以上 但是現在就是辦數出問題了 那要出人命了 你們現在還是說你們的法規都沒有問題嗎 可是我是說現在的這個是原理法令的規定 它當然針對 聽到人家要私守家園 你們難道都不覺得要改這些 這些違反人權的規定嗎 針對這個人數的部分 這個計算方式我想再跟委員報告 計算不用了啦 你現在還是說過半就可以吧 那你們兩位針對人家要死守家園 那你們要怎麼樣來處理呢 你們就讓他們這樣嗎 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案子的同化會的發起 是不是合法或者是有沒有人口 你們不該負責任嗎 你們不該負責任嗎 我的意思說不該負責任 跟台中市政府好好去處理 人家不願意被籌化嗎 對這種部分 都沒有責任嗎 法院說要拆就拆 你們就尊重法院 你們都不用去幫幫人家嗎 就要看人家這樣子 就用生命去守護家園嗎 這樣合理嗎 你們台中市政府這樣合理嗎 還講得這樣振振有詞 你們自己的家如果這樣被拆 你們會高興的就去拆嗎 會嗎 你回答一下 你的家如果這樣子被畫進去 你會高高興興的嗎 我反正過程還是 注重司法判決依法行政 那至於如果是我們自己 因為你的家沒有被畫進去 所以你現在這樣講 我注重有言發言 我注重有言的主持 我剛剛針對那個立正部 剛剛所講的 製辦崇劃是由地主來辦 請問現在是地主嗎 現在是地主嗎 難道你們不知道現在是我的對象 製辦崇劃不是地主是財團嗎 陽天生財團你不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嗎 然後你想想看 你看 你灌那麼多的人頭 你們還在那邊自演其說 現在是地主嗎 財團耶 而且我那個崇劃區的背後 是一個台中市市議員何文海 他的老婆就是黎明重畫會的理事 張淑妹 你們不知道嗎 你們政商勾結這麼嚴重 你們都不知道嗎 你們真的要逼死人嗎 你還注重委員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請問媒體朋友有沒有問題 想要問一下 就是因為像剛剛有提到說 重畫會的部分 他目前是在上訴 就是被在二審審判當中 那因為重畫會他們也有提出 要強裁這部分 所以不知道說 那地震局這邊是 就是直接讓重畫會 去執行司法的內容 還是說因為重畫會 他本身有不法的協議 所以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措施 或主動呢 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就是下禮拜 下禮拜是原來他申請 強制執行反差的一個期限到 那當然他要再執行 他還有一個申請程序 他會不會在兒子一要執行 我們制作不會知道 因為他是職業效果 他會來提出一個強制執行的 一個執行的申請 市政府可以去發表意見 就是請重畫會 不要裁可以嗎 市政府可以做這個協助嗎 因為畢竟司法還在調查 你剛剛說尊重司法 其實在幾年前 我剛剛講過 在幾年前林家庸部長 當市長的時候 已經做過四方會談 那時候在強制採取過程中 其實都已經暫緩了 好 那也請林建委員長這邊提出 相關證明的文件 那你一樣都沒有提出來 他後續的這些強制採取的後續執行 沒有提出來 所以就 就是可以去強拆 那當時的一個四方會談的 現在就是問你說 如果提出來的就可以不用拆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因為你一直強調 爸爸委員長 我們還是司法 我們行政部干預司法 那我講林建委員長 他很多司法程序可以去找 請問你可以代表市長嗎 就是說 現在要請問台中市政府 可不可以去主張不要裁 那請你回去去請教市長好嗎 我講今天在這邊發言 就代表台灣市政府 那我們還是說 你可以代表市長是不是 我代表市政府的發言 那我們行政部干預司法 我們司法司法相關的判決 他來扭曲這個 我股中的下 台中市政府在扭曲行政部干預司法 這句話 所謂的行政部干預司法 是說行政單位不會去干預司法的判決 並不是說行政單位 只能去做司法判決下來的結果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台中市政府現在仍然有權力 去要求重劃會 把幼稚園劃出重劃之外 因為都市計畫的權力仍然在你們的手上 台中市政府仍然有權力 要求重劃會 不要或發表意見請重劃會 不要在司法判決確定之前 就進行強裁 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台中市政府甚至可以 在這個地方承諾 說如果判決確認 楊貼生奈票的人 他們灌人頭 事實上這次已經是事實了 因為他們律師自己 重劃會的律師自己都已經承認這件事情了 灌人頭這件事情 如果灌人頭這件事情 是被確認的 台中市政府可以依法行政 他們要求重劃會 把幼稚園劃出去 這些東西都是依法 所謂依法行政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請各位媒體跟朋友 不要受到它所謂的行政不干預 因為司法政區這個話的一個誘導 我想沒錯啦 因為教育部針對屏東高峰 那個旁邊的地主 建國自助餐的建護 也是有向屏東地方法院這邊 就是請求不要去拆啦 所以我想今天如果台中市政府 站在人民 就是保護人民的這個居住財產權 我想台中市政府是可以去 請所有的司法調查完整 完成才能夠去拆這個建物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報道者有提問 有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4月20號那時候 林民幼兒園就是提出要求晚差 法院同意 所以其實就在7月20號 那第一個直觀問題是說 請問7月20號之後 到底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7月20號假設按照 就是說重劃會 按照他司法的独間 要去申請旅刊 把他去申請續刑 要來進行這個強制採取的動作 請問市府 台中市政府這邊 是不是也會相同 以那個行政不干預司法的態度 去要求 寵號會在司法的判決前 結果出來前 不要進行任何的序行 或任何強制的動作 請問市府 態度會是什麼 謝謝 我們以外的態度來是 尊重司法 尊重司法 你喔 小小的一個公務員 這麼的傲慢 連一個委員 你都不給他看在原地 你當裁判的幕後 一手 我幫問委員 今天不是來開辯論會 你是針對這些問題來做說明的 我想 那個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唐仁球先生他說他代表台中市政府 然後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教育部已經公開表示 如果屏東高峰旁邊這個建國蜘蛛餐 司法程序還沒走完 他們會要求法院這邊再緩拆除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裡就是請台中市政府 也能夠體恤人民這個愛護家園的立場 來這個表達你們同意緩拆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記者會到這裡 如果大家私底下有意見 再向個別當事人來做這個提問 好 那我們記者會到這裡 好 謝謝 再見 司法還在走啊 怎麼就同意拆嘛 對 盧市長 你要連任也不要多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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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站在財團後面 你們在財團 財團這麼簡單 為什麼財團這麼強硬 現在後面有關聯在撐腰嘛 這很簡單嘛 你們看到了吧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們家寶都尊重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是個夜市屋 我們是個尊重為華嗎 選擇性的 所以你們尊重給他第一 做你第二 他們就是夜市屋門 夜市屋門 那個一個公分的給他們 那個人 旁邊不是他們在做財團 哪有那麼順利 就選擇的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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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